今天又来和大家试试真无线耳机 桌上是JBLO的新耳机 叫做Reflect Pro Pro 真无线耳机是主打运动型的 掛着JBLO牌头的固自然 在调声上必定是非常不错 究竟这耳机和JBLO有什么分别 APP的操控上是如何适合运动用呢 我现在立即和大家开箱试试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未同大家在开箱之前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小铃铛 留居然 让我们的频道和频道 更加多人知道更加多人看到 希望可以尽快打破10万订阅的大关 JBLO牌头的耳机 主打运动型 所以会看到盒子上有耳翼 很大小的摆出 盒子上已经写了一些重要资讯 例如IP68 Adaptive Noise Cancellation 这些ANC功能都是搭载的 10-20小时的连续使用组行力 另外旁边有OKGoogle的字样 即是是Google Assistant支援的耳机 之前的耳机已经是这样的 先打开耳机 一打开后 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士 正在做瑜伽的动作 一看到就知道这一定是运动耳机 一打开后 我们会看到两只耳机 我手上是白色的版本 另外也会有两种不同颜色 包括蓝色和黑色 这就是它的充电器 它的充电器旁边也有一条繩子 方便大家可以勾住手 不会那么容易不见 盒子里面有三个不同的耳翼 和耳胶 耳胶有两对 一对大一对小 方便大家不同的耳朵的大小 配合适合你的舒服程度的耳胶 耳朵或耳翼 接着有一个Type-C to USB-A 充电线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文字 我不太习惯看这些说明书 这次小石利用来做这个测试的手机 会是Apple iPhone 13 和Sony Xperia 1 Mark IV 两个不同的平台 都希望试得到少少少的效果 究竟这耳机的连线稳定度 和声质究竟是怎样的 别说太多 现在先和大家分享这款 JBL Reflect Flow Pro 的技术规格 这款JBL Reflect Flow Pro 是一款防水无线钢 操主动式的运动耳机 配备6.8mm的单元 Gluetooth 支援SPC和AAC 关闭ANC的情况下可以用10小时 如果开ANC的情况下可以用8小时 亦支援快速充电 耳机上每一边都有3个耳朵 而且是一个耳朵 可以方便大家在不同的情况下通话 或是做Cone Call 颜色方面有黑色、蓝色和白色 官方定价方面是$1399 和大家说完技术规格之后 当然要和大家实试一下耳机 而这耳机很有趣 它可以有单机模式 亦都可以有Stereo模式 如果想单机模式 左边右边的其中一只 放在充电器中 基本上便可做到单耳机使用 而耳机连线时 基本上一开盖 它会进入Pairing Mode 如果开盖后有问题 做不到这个Pairing 亦都有一个很简单 亦有一个很特别的方法 处理而ttuk 卡绿凍然应该放次数 在充电位旁边 按下两招 不会有 ber vil到会有蓝色使用 跟这项目 さらん 这样跟是Stereo模式 在iPhone部上 statements 连线配对 便可变换耳机 连线配对后 便可以进入JBL App 就可以看到这款 Reflex Flow Pro 已經在這裏 我們進入App 中 不如跟大家介紹一下App 中的功能 首先我們會看到耳機 耳機的電量 現在左右兩邊都是100% 下面的 Ambient Sound Control 給大家設定 Noise Cancelling, Ambient Aware, Talk Through 如果按了ANC,即是Noise Cancelling 其實你會聽到外面的聲音相對會被添加 Ambient Aware 的情況 有個女生說Ambient Aware 接著就會聽到外面的聲音 接著Talk Through 功能 就是你聽歌時,如果按了Talk Through 它就會把聲音調整到非常小聲的狀態 方便你聊天 功能亦可以在耳機這裡調整 按一下,基本上就可以轉得到功能 接著下面就是EQ EQ 裡面已經有幾個不同的EQ 有Jazz,有Voice,有Bass,有Club 其實之前我用到JBL的耳機 都發覺EQ 頗有用,而且頗實用 它真的可以令到聲音的性格轉變 之餘,它還可以使用得到 即是會幫你找到適合你聽口味的聲音性格 另外下面有一個Smart Audio and Video 就是讓你調教你是在聽歌或是在看片模式 再按一下就是耳機的面板功能的使用 這裡可以調教你自己想每一邊耳機 按一下面板時有甚麼功能 例如左邊的耳機 按一下就是 Noise Cancelling 和 Ambient Rare 的切換 然後下面的Auto Play and Pulse 這個即是說你把耳機拿下來的時候 會不會自己暫停音樂 然後其他那些都會是一些簡單 而且即體即用的功能 例如 Check My Best Feet 這個其實就是可以讓你做好耳機之後 做一個氣壓測試 可以知道你的耳朵戴得緊不緊 其他功能都不太複雜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不如試聽歌曲 剛剛選擇了Color的一首海底隧道 這首歌一開始就會有一個超重的Bass 籠罩著整隻耳機 在這隻Reflect Flow Pro 我發現它的單元的銀性很強 因為在這麽誇張的低頻裡面 其實它可以應付得非常好 而且給我感覺到有一種 好像帶了大耳牛耳機 很大隻單元的感覺 人聲是突出的 我現在試試不同的EQ試試 關掉EQ的情況 它是會高音比較誇張一點 我覺得是一些很刺激的聲音 但這個聲音聽得久有點累 試試選Bass 如果選Bass之後 聲音會比較舒服 即高音沒有那麼飆 而低音亦可以享受到 大耳機單元的一個寸數的好處 我覺得它的耳機的充程非常高 試試Jazz Jazz就是高音會比較高 這首歌曲 這首歌曲 其實會有很多連綿不絕的背景音 在前繞著 我覺得它可以令到聲音分離度有在 而且它的低音因為強 所以你會聽到一層低頻 在整隻耳機 但反而人聲就不太突出 我覺得它可以在EQ上調整一下 接著再找一首 Material Girl的黃若林版本 這是全新的致敬版本 這首的Reflex Global 播放這麼重的歌曲 就適合了 反應快 所以令到歌曲的興奮度 會比較上提升 一出來 你會覺得很棒 跟著它做的 所以這隻耳機 我都定性它為運動耳機 就是受之無愧 因為它在一些快歌上 我覺得它是做得非常好 令到你會一邊聽一邊興奮 一邊興奮 所以這隻Reflex Global 主力應該是在運動牆口上 製造這個光亮 會比較適合 True Wireless 耳機 當然要外出和大家試試 現在就外出和大家試試其他不同的功能 現在就剛剛上了地鐵口 基本上現在這個連接的情況 是未斷過的 這隻耳機剛才經過Wi-Fi True Wireless 耳機的死位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事發生過的 一直都穩定地連線住 基本上這隻耳機 剛才由我們攜坊 搭地鐵去到旺角 整個過程都沒有斷過 現在這段 就是小室在使用iPhone 13 正確,正確,正確 正確,正確的收音咪 使用JBL這隻Reflex Global 耳機來做收音 現在聽到的效果 完全是由這一隻耳機收回來的 效果是怎樣呢? 不如你告訴我吧 好了,現在就在室內留下 拿一部iPhone 13 和JBL Reflex Global 用通話測試 電話另一邊就是Yogo Yogo你好 是,小室是,請說 你現在這一刻的感受覺得怎樣呢? 我這邊聽是清晰的 不過好像有一點爆 有所謂的音量太強了 音量太強了? 真的,我講這些聲音快快聲嗎? 是的,可能有一點 現在就好一點了 那麼可惜,這樣就好 所以就清楚一點 清楚一點,沒錯 現在我正在用這個Noise Cancel 0 待會試試轉一轉Mode 看看在聲音上你覺得有沒有分別 可以 那現在你覺得聽的感覺有沒有什麼特別不同呢? 好像沒有剛才這麼靠近 因為剛才你那種大聲化 就好像咪咪貼著嘴巴這樣說話 現在就自然一點 那現在我就用了這個Ambian Aware的鐘 來講電話的 基本上我都會聽到現在現場外景的聲音 所以從我來說,我既聽到現場 我又聽到你說話的 即是你用Ambian之後 聲音是沒有那麼局促 比較自然一點 因為如果你是用未開Ambian之前 好像很近咪 還有這邊聽起來是爆爆一點 有點辛苦 即是說現在這個效果是比較好一點的 沒錯 沒錯 那我告訴你,我剛才已經傳到Ambian 是嗎? 是嗎? 那你們兩者的分別是怎樣呢? 是嗎? 這裏就是要看你們現場的朋友 在這裏影片的時候 你告訴我,究竟哪個聲音質素比較好 好了,謝謝Hugo 謝謝Hugo 謝謝 拜拜 好了,跟大家試了很多不同的功能 有街市、連接穩定度 亦都有跟大家聊過電話 這隻耳機我覺得是完全符合做運動 以及你日常使用的要求 在聲音質素方面 它不是一個最重點的功能 它是可以給予JBL很傳統的調音 一個美國快聲、惡聲、霸道 但你放心 它不會說東西是離譜的 它是一個合格表現的聲音水平 但它在其他功能上,我覺得它是超級綁 譬如說 通話能力方面,我覺得它真的可以給予對方 即是跟你聊天的那位朋友 是完全不感覺到有不舒服的感覺的一個耳機 這件事我覺得是難得的 就是跟我家人聊天 他們是完全不覺得我是用一隻無線耳機來聊天 因為有些耳機一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會問你究竟是用甚麼的電話 他們聽得很辛苦 還有為甚麼你走到那麼遠才會說話 但在這隻耳機上面 他們是零投訴 亦都是零 request 所以在這裏我亦都可以知道 這隻耳機的通話能力是非常之強 而且它可以在地鐵上 都可以聊到電話 這件事我覺得真的非常之厲害 通話的質素固然厲害 連線的穩定度都是厲害的 但當然 它是沒有用到一些高清的音效架式 來去連線藍牙 所以在AAC、SBC上面 它是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好的連線穩定度 這件事我覺得它是中間拿到一個非常之好的平衡 這件事我覺得在這個新價上 其實它也算是值回票價的 所以這隻耳機在這麼多的雲雲功能之中 我覺得都是值得大家實際拿一部手機 去試一試它的效果的一隻耳機 雖然它是用AAC 但在音色上 它都可以發揮到AAC最高的水平 這件事我覺得無用置疑 如果你是一個 你喜歡聽古典音樂 你喜歡聽Hi-Fi聲的朋友 這隻耳機就未必是你的心水 因為它真的主打是一個功能向 以及一個比較上是刺激感重的一隻耳機 所以這隻耳機究竟合不合你呢 就猜測你平日的生活模式 以及你的生活方式 以及你的聽歌的習慣 這隻JBL Reflex Flow Pro的評論就到此為止 我們亦會在Floom 上戳發帖 大家有問題 當然可以在這條影片下留言告訴我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多謝你收看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請按LIKE我 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下鈴鐺 我們有好東西便會通知他們看 按下鈴鐺